一名印尼女劳工到台湾工作 却私自控制了八名非法劳工的行动 把接线人呢是像囚禁一样 囚禁在南投埔里的铁皮屋内 还贺令他们搬运水果 那么工作两个多月 外劳控制外劳的非法事件才终于曝光 漆黑一片远景带着手电筒冲进铁皮屋 在屋内角落看到外劳 满脸惊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四男四女一共八个人 全被关在铁皮屋 时间至少两个月 屋内棉被衣服堆放的或散落的到处都是 地上还有没吃完的晚餐便当 八名非法外籍劳工的行动自由 全都是他也是来自印尼的33岁女性劳工出手控制 这个供僚是没有水没有电的 控制的这些人跟这个外劳 他们起身冲突 这个非法的这个能够翻译的加害者 在捐举到我们专情队了 同乡的女外劳控制同乡伙伴的行动自由 最后却因为没领到两个月内搬运水果的薪水 逃跑之后告上专情队 警方找上门来才让非法事件曝了光 中天新五周大响南投采访报道